未来的希望,国庆小伙竟是德国制造层24场空气球剧这连赛邀请孙怡鹏,所在吐伦杯上跟随中国U21选拔队一起训练,并接受孙继海考察,被他视为难得的机会。 北京时间昨晚22时,孙继海所率领的中国U21选拔队,最后一战,面对葡萄牙U19,小将孙怡鹏注定依旧只能在看台上关注队友们的表现,因为错过了报名,这次的吐伦杯他只能是U21选拔队的边外球员。 即便如此,这名来自西炳的小伙子也非常满足,这些天跟随球队一起训练,观看他们的比赛,也得到了孙继海指导的当面之点,这样的学习机会非常难得。 他认为,这次的吐伦杯之行,让自己身披国家对战袍的梦想,更加接近现实,而他背后留下的是一个曲折不杂的线路图,在西炳比赛中接受队友拥抱。 1999年的孙怡鹏,是一名北京小哥,如果不是七岁那年随着父母定居德国,他可能跟很多北京足球少年一样,梦想着成为北京国安的一员,然而现实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 孙怡鹏的清训时代,完全打上了德国制造的烙印,他先是在德国历史最悠久,规模最大的乌尔姆俱乐部接受系统训练,随后又辗转去到传奇俱乐部凯泽斯劳腾继续深造,孙怡鹏非常自豪这段经历,凯泽斯劳腾走出了像克罗泽、阿尔腾托普、特拉普等多名德国国脚,能够在这里接受训练, 让我每天都能触摸到自己的梦想,穿上有五星红旗的战袍代表中国队比赛,是我父亲的心愿,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,尽管跟随家人一直生活在德国,但孙怡鹏透露,他依旧没有加入德国国籍,我的护照还是中国的,我父母从小就让我坚持说汉语,写汉字。 不仅如此,孙怡鹏连生活方式也很中国,训练比赛之余,听听郭德纲、岳云鹏他们的相声是最好的放松,我超级喜欢小月月的五环之歌,每次听都忍不住了。 一开始我的队友穆尔西亚学生队,都以为我疯了,肖月月的五环之歌是孙怡鹏的最爱。 2016-17赛季孙怡鹏,加盟了北莱因威斯特法轮州的S.巴赫哈勒俱乐部,作为中场主力。 孙怡鹏在德国第二级别青年连载中,出场24次打入七球,并代表中队参加了德国U19的全国选拔赛。 2015年8月入选中国国少队,出战华山杯,这是孙怡鹏第一次身批带有五星红旗的战袍,兴奋的一夜都睡不好觉。 随后,孙怡鹏成为失灵国亲队的常客,2017年,他还跟随U18国亲队参加了维方杯,2017年8月,孙怡鹏离开德国,加盟西班牙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,西尔璧,并随后在穆尔西亚学生队,胡米利亚体系下球队完成了首秀。 9月25日,18岁的孙怡鹏代表穆尔西亚学生队首发登场,作为中前卫出场的60分钟,孙怡鹏世纪林良明后,又一名亮相西炳赛场的中国球员。 截至目前,孙怡鹏本赛季已代表穆尔西亚学生队出场13次,并多次出任首发。 这件球衣让孙怡鹏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出色的表现,让很多俱乐部对他的未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。 在日本特训期间,这一类赛强对陆导陆角教练,曾经邀请他加盟,但为了更大的发展,孙怡鹏谢绝了对方,继续留在欧洲俱乐部接受锻炼,与已经在中超效力的同年龄段球员相比。 孙怡鹏目前的收入堪称微薄,但是他的理想却非常丰满,现在他每前进一步都在接近梦想,足球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,通过它我变得越来越坚强。 尽管在我的足球道路上,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,一度让我几乎看不到希望,但是我没有选择放弃。 通过顽强和不懈的努力,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,身体和心理上的困难和危机,走到了今天,通过足球让我亲身体会到, 人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也没有逾越不了的障碍,只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。 这就是足球带给我最大的财富,约瑞士豪、唐诗等人的流洋方式不同。 孙怡鹏属于跟随家庭一起在一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另一种流洋生, 近年来各级国字号球队对这类华裔球员,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 2015年U19国家队征召巴西级华裔球员周冬,则参加友谊赛后, 足协还在西班牙发掘了拥有中国国籍的小球员王家豪,并征召进入了国少队, 而孙怡鹏则是第三位被足协发现并征召的海外球员。 据了解,刚刚在熊猫飞上夺冠的99年零段国清教练组, 目前也对孙怡鹏比较关注, 他的名字也很可能出现在U19国清下一次欧洲集训的名单上。